李雪芹脱口秀 李雪芹让人头大 跳街舞的是王一博领队 唱歌的是大张伟领队 我们说脱口秀的 前锋领队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说明我们说脱口秀的 让人头大 这个可以可以 来之前我就听说了 说风哥的头有王一博两个大 哎呀 当时我也没往心里去呀 我说那肯定是王一博头太小了呗 今天我倒着了啊 我看见了 我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王一博的头确实很小 但风哥的头绝对不止两个大 李雪芹买下阿里 就写着我买个羽绒服 西董说再买100就能减50 我说那买100 然后他又说再买200就能减100 我说那再买200 然后又说再买500就能减300 我就听哎呀 那我是不是再买100万 就能减50万了呢 一瞬间我就哄管了 我赶紧给我老板打电话 我说老板 天猫优惠政策 我研就差不多了 你看啊 阿里现在市值是8000亿 就根据今年双11这个规则 咱们这个双11 使使进4000亿 我估计能盘下来 老板说 呀学习你可真是个天才呀 问题是这个4000亿从哪来呢 我说老板 咱用花呗呀 我老板说那咱得接多少活 能还上来花呗呀 我说你是不是傻 阿里都是咋的了 你还花呗干什么 我一分钱不花 我白得个阿里现在 那在座的各位啊 以后不要管我叫学习 叫李总 同桌他而就 不会去想世界上 有没有奥特曼这种存在性的问题 我思考的问题是 奥特曼是不是我同桌他二舅 我那个男同桌 他就跟我说 说他二舅就是奥特曼 只要我每周都给他买一个冰棍 放假就带我去见奥特曼 我真信啊朋友们 我周周我给他买冰棍 虽然说我的直觉告诉我 就是奥特曼这种拯救宇宙和平的英雄 他不至于额我一个冰棍 但是我找不到任何反驳他的理由 就直到有一天 我爸就发现我最近零花钱 老也不够花 他问我咋一事 我说我同桌他二舅奥特曼 我给他买冰棍了 我爸说他骗你 你等我 我找他把他妈唠了 我说爸你别去 他二舅是奥特曼 他爸他妈肯定也是奥特曼 你肯定打不过他们家 我爸说你拉倒吧 我认识他爸妈 他二舅是奥特曼 他二舅超二人转的 王建国不行 你想找啥样对象啊 王建国 王建国不行 我说我想找一个跟我互补的 因为我现在啊 最大的爱好呢 就是在床上躺着 我希望我找这个对象啊 他最大的爱好是 擦地遛狗 洗衣服 做饭刷碗收入 人家说 那你花钱雇个保姆得了呗 我说也就你聪明 还花钱雇保姆 我要能雇起保姆 我还找对象干啥呀 前两天 我朋友还给我拉进了一个 好架互助小组 那小组还推荐什么 减铃穿搭 我一看 一水的粉色裙子 小亮片 娃娃领子 蕾丝边 你说你穿上这就青春涌住了 那你系个红领题 你就变小学生了呗 因为我们 是实习了三个月 对就实习了三个月 离开的原因是什么 离开这个特别神奇 当时啊 我就跟我们的hr说 我说我觉得我们这个组啊 人不打太行 领导可吓人了 能不能给我调一个组 你千万别跟我领导说啊 后来我才知道 hr和我领导是两口子 然后我着急忙慌我就走了 漂亮 哈